那些葡萄可能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大课的 顶楼露塔也没有放过 呈现一种美式露营风 而且内馅分层使用了玉米卡士达酱 玉米碎片和玉米粒 完全是一个把玉米用的丁丁尽致的甜点 吃素的人有福啦 第一间的咖啡厅叫The Bread Brew 它是一间纯素咖啡厅 它卖的所有品项都没有加牛奶奶油或鸡蛋 取而代之的是夜麦奶 我们点了他们的人气商品 巧克力夜麦奶油面包跟海盐面包 我觉得他们厉害的是 虽然没有用动物来源的食材 但整个面包体还是很松软 巧克力夜麦奶油的味道跟口感也还是很棒 海盐面包就很一般 一样很松软 但是不习惯它缺少了平常该有的奶油香 它巧克力没有很甜 有点点酷酷的 我们进店时是唯二的客人 所以可能说不上是人气名店 不过他们没有美人一定要点一杯饮料的低消 而且它的位置就在离大很宏大的中间 很适合当走累的来歇脚的中继站 第二间七鸟咖啡这是我们无意间经过的 从门外看到这一篮一篮外表 接近完美的可颂 能不进来吗 他们其他的面包看起来都很真材实料 绝对不是那种吃完像没吃过一样的冰气面包 你这样一个多少钱 2,900 哦 不会哦 很酥哦 很蓬松 看它里面的层次 很可以 有路过可以买 再来则是一些夜市类小吃 近期在韩国相当火红的糖葫芦 我们买的这间在宏大最热闹的那条马路上 他们选用新鲜漂亮又大颗的水果 那些葡萄可能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大颗的 一上大约是95台币不算便宜 但依旧人气不减 老板做糖葫芦的手几乎没有停过 你早上猪咬苹果 他整个吞进去了 第二项是千丝起丝饼 除了起丝片之外店家还会挤上 看起来是卡士达酱的馅料 非常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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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来吃这个起丝饼 这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很胖 等一下才能吃 这个起丝饼牵丝的长度 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如果是边走边吃还真的有一点难度 第四间是在益善洞的小夏盐田 他在盐南洞也有一间分店 整体是复古寒乌加上盐田的造景 超可爱 招牌是各种海盐面包和这些四方形的奶油酥塔 在搜盐区挑选好甜点结上后 就可以穿过造景进入室内找座位啰 他们有提供免费的冰柠檬水 而且还很贴心的准备剪刀 让你可以很轻松的剪开甜点分食 他们的拿铁在杯口还沾上了一圈砂糖加海盐 很特别也很好喝 甜点我们夹了海盐面包 草莓苏塔和焦糖坚果面包 海盐面包里面是简单的咸奶油 苏塔的构造则很像戚风蛋糕 里面有满满的奶油馅 坚果面包里面则是卡士达内馅 不得不说他们提供的剪刀真的超实用 每一个甜点都完美的一分为二 而且没有被毁掉 感觉剪刀真的应该变成甜甜店的标配 甜点面包都有在水平上 尤其是方形的苏塔 我很推 第五间咖啡厅在翼山洞 名字应该是法文 我不会念 跟很多咖啡厅一样 它需要以留电话等通知的方式后卫 所以强烈建议可以买一张 有韩国当地电话的信卡会方便很多 这里的饮料和甜点选择不算多 但每个甜点看起来都超好吃 我们点的是玉米塔 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提供甜点的剖面图 让你知道每一层的食材是什么 一开始以为它只是把它的造型做得像玉米 没想到真的是直接放上了一大块的炙烧玉米在上面 而且内馅分层使用了玉米卡士达酱 玉米脆片和玉米粒 完全是一个把玉米用的零零尽致的甜点 要不是我们吃不太下 不然真的很想要试试其他的塔 非常推荐你们可以来 下面这间是在汉南洞的Day Roll 当初是看到IG上 看起来超美的木盒蛋糕才想来吃看看 但木盒蛋糕好像要先预定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当天客人太多 所以现场的甜点数量不是很多 咖啡则有很多品项 而且没有一人一杯的低消限制哦 我们点了一个焦糖蛋糕和一个柠檬蛋糕 焦糖蛋糕口味偏甜 没有什么惊艳之处 但柠檬蛋糕酸甜融洽 蛋糕体也相当湿润 我倒是蛮推的 它刚好在汉南洞逛街热区里 很适合逛街逛列的来这里休息一下 第七间也是在汉南洞的BBB Bagel Bagel店开在一整栋四层楼的透天 真的蛮强的 室内走的是英式乡村熊熊之家风格 结账去是在二楼 在这里挑选好你喜欢的贝果后 就可以去别的楼层找位置做啰 据说这些奶油起司抹酱也是必买 可以搭配着贝果吃 但因为我们再也吃不share 只能外带当明天早餐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买这些 虚静快冷藏的奶油起司抹酱了 他们每一层装潢都超用心 完全呈现熊熊之家的情境 而且他们完全没有在考量座位数 有一间房间还摆上了熊熊睡觉的床 真的超可爱 顶楼露台也没有放过 呈现一种美式露营风 最后两间则是在圣水洞的甜点 这边就一起介绍 第一间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 有着甜点现代美术馆之称的New Deck 一进来就被他们陈列甜点的方式震撼到 你需要拿着纸跟笔写下你想要点的甜点 再去柜台结账 很多都soul out 可能是我们到的时间算完 所以大部分的甜点都卖完了 他们也是一间完全没有在care座位数的店家 摆饰超浮夸 不过因为店面算大 也有一些户外座位 我记得我听一个部落客说这个很好吃 这个流成这样 感觉好像还好 另外一间是连锁炸甜甜圈店 Notted 因为刚好在去地铁站的路上 所以就来买几颗当明天早餐 除了甜甜圈外 这里还有冰淇淋哦 哦他给我了一个 空的杯子 所以他不会倒来倒去 我还以为是什么 礼物 这个是真果巧克力 这个是伯爵茶 跟香草的 马上先吃了一个香草的当下午茶 外面甜甜圈炸的蓬松酥软 里面的香草卡士达没有客气的直接呈现爆浆程度 是一个既好吃又最恶的甜点 接下来要来吃Nudeck的这个黑色蛋糕 外面的蛋糕体比较偏向可送的口感 里面绿色的则是开心果酱 整体没有到很喜欢诶 是会让人微微失望的甜点 只好再拿出真果巧克力甜甜圈来压压经 这样相较起来 我其实会比较推Notted 而且还比较便宜 好的那我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的影片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 那就先这样子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也订阅我的频道 ака 转发赞 打赞